然後那時候 房價才一字頭 那邊一字頭 真的是 被演員耽誤的投資客 五月勤買房賺翻倍 稱黃金單身漢 希望收入可以再更穩定一點 因為拍戲 畢竟還是比較被動型 我跟余靖才會說 我們來弄一個品牌 然後這樣也是 多一個自己的副業 這樣子要跟女生求婚的時候 也比較好 欸我現在有什麼 你跟春船有一桶基金嗎 有啦一定有 都已經34歲 還沒有一桶基金 太坦了 股票啊 虛擬貨幣啊 這些我都有投資過 都是賺錢的房子 基本上都有 房產我也有 之前也有在淡水買房 說真的 這幾個投資下來 我覺得其實買房 是我覺得最 我現在覺得我 貨幣最好的 因為那時候買的 真的是夠低 賺多少 一瓶多個 一瓶快要多十萬 現在是給媽媽住嗎 對 現在是給媽媽住 然後你住已經幫忙住 爸爸留給我的房子 有什麼號房子在哪裡 中山區 中山區 我現在住 沒有x6 就是還是有一定的壓力啦 那你房貸一個月要多少 我 3萬6左右 媽媽媽蠻常來找我的 但是 我大概2228左右的時候 那時候有存了一些錢去買房子 然後剩下還有一些錢就去做託 28 2930 幾坪啊 33 因為我以前讀蛋漿 然後我對新市政就有一定的熟悉度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也想要幫媽媽換房子 整個市容很棒 然後那時候輕軌要開頭 2024年蛋漿大小又要開頭 所以交通就會疏散 就不會堵得那麼嚴重 然後那時候房價才一字頭 那邊一字頭真的是 隨便買隨便賺 現在都27起跳了 你現在是黃金單身汗 這個還是我房子 單住單身汗 我們希望接下來新市政的房產 可以幫我們帶燕 他認真很會投資理財 他對這塊是非常乾淨 他可能非常節省 所以我才會在捷運上 你被開到就懂了 就是他都是搭捷運公車的人 他之前去拍戲啊 姐我跟你講我差一半公車 我們大家可以從這邊搭公車到下一個點 我們坐公車就好了 就連助理都坐Uber 然後我們還在坐公車 我們坐公車 到處理會員 那邊坐下 那邊坐公車 就是… 沒事 沒問題